近日根据国际足联的数据统计越南男足已经连续18场比赛不败 创造了越南国家队比赛历史上的记录 在此前进行的陵墓碑的比赛中 越南队以3比2的比分击败了马来西亚成功的夺得了陵墓碑的冠军 而在小组赛阶段越南取得3胜1平1球 为丢强势出现在4强战中 越南以两回合总比分4比2击败菲律宾之前 在亚洲杯前的热身赛中 越南先是1比1比平朝鲜 随后又一次比2战胜菲律宾虽然球队的平均身高只有1.75米 是参加亚洲杯的24G球队中最矮的 但是球队的实力却是不容小觑的5年之前 国足1比5惨败给泰国后范智一发出 中国足球脸都不要了的批评 并预言输完泰国再输越南 直到输五克输没想到 如今范大将军的预言真的要应验 以后绝对不能再小看越南足球 他们正在强势崛起 当然在此次亚洲杯小组赛中 越南和伊朗 伊拉克和尔蒙分在地族想要出现难度不小 嗯 超级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